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在扔这些果酱的时候 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呀 就是一个字啊 爽 爽 爽 涛 不干 洗手 家里的小石工 擦得太干净了 那我快回去了 好吧 那你走了 我不送你了 走吧 小小杨 小杨 不过我看在你是我前妻的份上 我还得劝你一句 那人是谁呀 他是你继父的儿子 还太乱了 乱了 没见过这么晚 太好了 怎么了你 吃醋了 我吃什么醋 我不吃醋 我只要是觉得 你也太迫不及待了 咱们离婚刚多久啊 没多久啊 你是一个成年人 你有没有点理智 那个男人起码 比你小二十岁 不能不止吧 江小杨同志 突然发现你前妻的魅力了吧 我告诉你 我敢让方涛进这个家 就没有什么可对你隐瞒的 我跟他的关系 确实有进一步的发展 怎么了 我突然发现我年轻了 不光心太年轻 我还能够有机会 抓住幸福的尾巴 对啊 你可以抓住你幸福的小尾巴 这是你的自由 我离婚了 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 齐齐回家的时候 你应该做出你做母亲的样子 我告诉你 我的样子是全世界最好的母亲的样子 就是我这样 我见过脸皮厚的 没见过这么厚的 没错 我是脸皮厚 可你呢 把这边脸 切下来贴在这边脸上 这边没肥美美 这边二肥美 我说李玉 我也这么认为 我也这么认为 怎么没睡啊 怎么没睡啊 你还问我啊 你怎么没睡啊 还有心事呗 有什么心事啊 什么事啊都瞒不过你呀 从明天开始啊 我就得去大海他朋友那餐厅上班去了 人家这么器重我 给了我这么高的工资 我心里头不踏实 没事没事我 不是都尝过你做过的了吗 挺好的没事 不一样 我给你做呀 是赵叔做的 那错不了啊可我一放开书 这脑子就跟酱糊似的 再加上西餐的用料 是吧 都是丁香 蔬椎草 薄荷叶 香草 还有迷迭香什么的 这用法用量 我特别容易记混喽 没事有我呢 等着 你 你 这件事就难住我了 难不住我 我跟你说啊 你啊 把这个小头呢 这么一出来都 关键你说啊 我一讲头呢 拿出来这么一喽 不就行了吗 是吧 你说你是怎么想的 太有才了 我是谁啊 你这个老头啊 人家国外啊 叫这个啊 叫成叫批市 咱们中国呢叫小超 小超 我真是太有福气了 这老田爷呀 还真卷过我这个糟老头子 给了我这么好的媳妇 一家人怎么又说两家话呢 你说是吗 我也是啊 为我们的将来去考虑的 是 是的 妈 跟你商量个事 走 咱家户口本呢 干嘛呀 是这样的 下个礼拜我想办一个护照 我和我同学都商量好了 这个假期 我们去一趟日本 去日本 这么大事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说吗 那我也表明一下我的态度 我是不同意你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一群孩子 走到他乡一国 万一出点事怎么办 那别人的家长都能同意 为什么叫你不行 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妈妈 我是你妈 我就得管你 这件事啊 不要再说了 说点别的吧 说什么 说说你的学习吧 我这个学期全部及格 你能不能有点高标准研要求 及格是你追求的目标吗 你英语学得怎么样 六十二分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低吗 因为我学外语没有用 我除了在中国 什么国家也去不成 那那些农村孩子怎么办呢 这辈子都不可能出国 不是依然要好好学习 你要真想出国啊 把英文学好了 妈送你出去 我不知道外国的月亮有多么圆 我怎么会有学习的动力呢 妈 行了行了 你呀 怎么耍赖球我都没用 我真的是和你无话可说 对牛弹琴 那你怎么知道牛听不懂呢 你又不是牛 我给你爸的汤好喝吗 好喝啊 你做的什么我都爱喝 每天再给你包好吗 好 行了 雷雷 我先走了 有机会我再过来 有时间 方叔 您怎么在这儿啊 今天是一号 也就是方伯伯您继续上班的日子 您看大海一早就来了 就是看您过来了没有 是吧 大海 是是是 方叔 那个来了就好啊 来了我就放心了 那什么 方叔 我公司还有点事啊 好好好 先忙你们去 你你你忙你忙你忙 那我先走了 有时候给我打电话 方伯伯 咱们进去吧 好好好 好好好 大家停一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新来的厨师 方大厨 大家欢迎 以后呢 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好好干活 小胡 带方师傅去换一下衣服 方师傅 这边去 好嘞 好嘞 凭什么他一来就当大厨啊 大厨 干活去 看什么 看什么 好了没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好 好嘞 哎呀 好 来 这都什么呀 这 这什么菜这是 不是啊 好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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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板是吧 行啊 先生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来 你看你这边 你做的又酸又辣 还有股糊味 你看这洋葱切的啊 这么一大条一大条 还都是生的 不是以前不都切丁的吗 你们这是不是换厨师了都 好 方师傅 出来一下 金总 您是不是不会做西餐呢 实不相瞒 除了红菜汤 我就做中餐 这些西餐呢 都是学着做的 我老伴啊 就给我 从书上抄了一些这个菜谱啊 用料什么的 可是这个抄得不对啊 谁啊 是我啊 老娘 贵女来了 原来是你啊 这位 这位 拿着 这什么呀 重不重 一个客户送给我的 知道您爱吃水果 我就给您搬来了 进屋喝点水吧 我不喝了 看您一眼 我还得走呢 还得去上班弄 您这儿干嘛呢老妈 我练字了 老妈 没事吧您 我没事啊 倒是你有事 你看啊 这些活原来 是不是都是林勇做 如今 就得辛苦你自己了吧 别跟我提她 我乐意行吗 鸭子死了就太硬了 这丫头 打小你就这么劲劲的 真能吸得泥泥 随谁啊 老妈 那老头呢 什么老头老头啊 别这么说话 那是我丈夫好不好 对对对 是您新婚燕尔的丈夫 他们还是老头老头 你怎么说 人呢干嘛去了 上班去了 上班去了 这还是大海啊 给她介绍一个洗餐厅啊 当厨子去了 你知道她挣多少钱 多少 给钱 妈 您缺钱话告我呀 我不缺钱 我的钱够用着呢 干嘛呢 干嘛 驾汉驾汉 穿衣制服 我啊还得计划计划 我们俩的将来呀 是不是啊 这钱多了也不烫手吧 男人嘛就得出去 挣钱养家 这女人呢 就得在家里头呢 守家相扶 老妈 爱老虎佑啊 如今我自己都爱我自己了 你还不爱我呀 太俗了 这不是 那老头还会做洗餐呢 你又老头老头老 干狗 老方同志还会做洗餐呢 她是不会做洗餐 可是呢 一个成功的男人记住啊 这背后一定呢 有一个既爱的 又支持她的年人 所以说呢 你看啊 我还给她买书啊 然后呢 我们就弄这些爱心的贴士上 你看 老妈 您这辈子没当教师 真是太可惜了 您太有直属育人的愿望了 您瞧瞧这 多细致啊 你看啊 这些猪肉排松啊 然后呢 这里头啊 有一些调料味啊 西红柿啊 老妈 老妈 打住 打住 紫苏 我跟您说啊 您看 这书啊 分成这么看 左边是一竖行 右边是一竖行 它中间有条虚线 您得这么竖着看 不能像这样 从左边看到右边 再看下一排 您这超错了 那我按照那个 老方的那小条子抄 哎呀 糟了糟了 得 老方同志啊 被您这爱心哪 给害死了 呸呸呸 昨天晚上是因为 我没睡好觉 我这脑子不是发梦吗 真错了 怎么办了 老妈 您别看着我啊 我 我没辙 那个 我得赶紧上班去了 啊 张文英同志 自己保重吧 啊 我走了 全错了我 静哥 请您品茶 来 咱们 我照顾自己的 你把她标签走 开着 相对 我不想 张文英同志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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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回来了 还提着新公司 来来来 来 欢喜 欢喜 你今天提一件事吧 感觉怎么样 太爱 别提了 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呢亲自下厨 把饭都做好了等着你呢 来来 来 来 气都气饱了 还吃饭呢 气鬼气 饭总体都吃饭 你猜猜 我今天给你做了什么 嗯 什么呀 你最爱吃的红烧牛肉 我现在就给你去承计 等着 哎呀 好急啊 今天杨总又跟我谈话了 啊 我就奇怪咱们公司 怎么就有人老愿意在背后搬弄是非 而且杨总呢还就信这些人的话 我也不知道这人是谁 太无聊了 哎呀 咱们哪 只能见观其变吧 哎 这件怎么样 颜色挺好 但不行 太暴露了 不会吧 你不会叫他穿校服吧 当然不会让他穿校服了 可是也不能够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 找一个漂亮 比较有档次的衣服 哎 我想问问你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 哎 签完约之后 史密斯他们有个酒会 我想让琪琪跟我一起参加 我真的感觉挺意外的 我一想啊 琪琪很快也就毕业了 她早晚得接触社会 正好 这不是一个好的机会吗 再说了 我也希望 我所有的事情啊 她能参加 多少她参加 她也可以了解她妈妈 我们彼此之间也更好交流 哎 这个不错 你觉得呢 我看看 嗯 还不错 还不错啊 小姐 去买地方 哎 来 我喂喂你 来 来来来 来 哎 老房啊 有一句话说得不错啊 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什 什么话 这人实践呢 不如意的事情啊 十九八九 不能拿别人的缺点来惩罚自己啊 嗯 对吧 谁错了 你错了 你张文音 怎么会犯错误啊 哎 老虎都有打盹的时候 我怎么就 不能犯错呢 你啊 我要是不犯错 那不是 变成谁信了 嗯 对不对 昨儿晚上 昨儿晚上 我给你啊抄那菜谱啊 紧张极了 我这一紧张啊 就串行啊 我说的呢 今天我在餐厅呢 可是露大气了 怎么了 还能怎么了 客人生气了 把饭桌都给掀了 是吗 嗯 哎呀 这是咱们不干的 嗯 不干 这可不是说 嗯 我说不干 就不干了个事 我还得解释干 不过啊 嗯 我得把人家那个 餐厅的损失 得赔上 哎呦 我真对不起 真对不起 你说 我早知道这样 我都不让你去 你说 这钱没挣上吧 你看 唠了一身骚 哎 哎哎 哎哎 你还有心思笑啊 我跟你说呀 嗯 前面几个那西餐呢 做得是不靠谱 嗯 可是后半截啊 金经理就问我了 老方啊 你都会做什么拿手餐啊 我就给他做了一个 红烧肉 尖椒肥肠 懒菜四季豆 把他们全给占住 金经理还说了 老方啊 以后啊 你就做你拿手的菜 啊 我们准备把西餐厅 改成私房菜了 真的 那当然 哎呀老方 你个老东西 你敢骗我啊你 你敢骗我啊 好好好 我错了 我错了 好不好啊 来吃饭 哎你别说 这个金丽丽这人还不错啊 啊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说什么 咱这方涛不是没看上这晨晨吗 倒不如 把这金丽丽介绍给他 就是 不合适 人家是老板 哎呦什么老板不是老板 不就是大海的朋友嘛 表个态啊 什么 表个态 吃饭 吃饭 来基基就是这儿了 你们好 这地方怎么样 还不错吧 这边有很多水果你可以吃 平时你应该多带我出息一下 这样的场合 那主要看你今后要怎么表现 你想让我怎么表现 如果你不是四岁 开始学钢琴 六岁就不是喊着 又要去学舞蹈 十岁呢又说要去 绘画艺术班学习的话 你现在就不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好 那我看还是算了吧 如果我一直学到现在 你才发现我没有这个天赋 你会更生气的 其实让你学这些啊 并不是说 想让你变成这方面的专家 出人头地 只是想让你有一些艺术的熏陶 不过这也不能怨你 不要赖你爸爸 对你啊太惯着了 所以你在这方面都是半瓶子醋 你居然真的想让我表现 我当时想去学艺术 你为什么不让 这是两码事 我不想就这个问题 再跟你争认下去 你怕我找出你的破绽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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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女儿吧 多大了 二十一姐 真漂亮 谢谢 长得像你啊 谢谢 更多人说我长得像我爸 谢谢 阿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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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我的孩子没事上班玩呢 嗯 他们都比你年纪一番大 去看看吧 好 我跟我走之前想顺便问一下 您的孩子和我一样大 他们出过国了 当然啦 我的孩子们都跟他父亲买世界的飞啊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他放假的时候想跟同学去国外 我没同意 我妈不信任我 不让我去 琪琪 那个跟你同一个人去玩吧 妈妈跟阿姨谈点事啊 嗯 谢谢妈妈 你的 好 对 这样不要管教太多啊 从她这么大的年纪 没有同学过她就很值得庆幸了 我看了好笑 走 我给你介绍 对 先生 尊敬的各位领导 子弹公司的各位代表 大家好 今天呢 我非常的高兴 首先 去允许我代表 空调公司 对签约的成功 表示衷心的祝贺 对出席今天的各位来宾 表示诚挚的感谢 众所周知 你 看看你什么样子 你 你还站住 看这样子 还像个女孩子吗 你说说在这种场合下 你要学会自重自爱懂不懂 你 你既然觉得我会跟你丢脸 你带我来干什么 你带我来干什么 把鞋揣上 琪琪 琪琪啊 你小孩子不太明白 我们大人之间的交流 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 工作以外的事情来拉近距离的 这就是你带我来的真正目的 我只配做你的活道具 小孩子 衣服玩湿了回去换一下 运作了一个项目 签约 这是万里沉沉的第一步 现在 有请我们的项目总监 江小阳女士 山台蒋继君 江总监 来 来了 有请 江总 上台 蒋继君 那个 大家好 有请 琪琪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好意思 没和你打招呼 就过来结束了 你妈妈知道吗 她知道 姥姥已经跟她打过电话了 方爷爷说 今天晚上可以住这里 你不用担心 我明天早上还得上学 所以我一大早就走了 没关系 你看什么书呢 在路上 你也应该看过吧 我是从你家的书架上拿的 我倒是觉得 我妈妈可以好好看看这本书 其实啊 你妈妈未必没有看过 她要是看过 她就会庆幸 绝不会像她现在这样 对我要求这么严格 琪琪 你这样说不对 怎么不对了 因为天底下的父母都一样了 自打孩子出生那天起 就被他们担心了 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嗯 我这么跟你说吧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 一生下来呢 就真正地拥有了辽阔的疆土 阳光 空气 这一种人呢 叫做国王 另外一种人呢 叫做刘老汉 那其他人呢 哎呀 我们这大多数人哪 这一辈子呢 只拥有这几十平米的一间屋子 一张八公桌 一些孩子 一个妻子或丈夫 存折 存折上的数字 我们会为了在这数字后面 多加几个零 而终身去奋斗 我们放弃了好多 就是为了得到 这貌似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 都有个很高尚的名字 叫做责任 这也太悲催了 那要是不要这些呢 那你说呢 要不就是国王 要不就是刘老汉 对呀 要么是国王 要么是刘老汉 这就是一辈子 现实的生活就是这样 只有孩子不用去负责任 长大的悲哀呢 就在于 如果你不去负责任 就不会被主流的社会所接受 这个社会呢 就没有义务给你应有的保障 所以你是说 我妈是为我好 她是在替我担心 你妈的初衷是好的 但是做法呢 有点过于着急了 我有点明白了 琪琪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其实父母所做的这一切啊 都是出于他们对你的责任 你的责任呢 就是不要让他们太担心 你别看啊 你们方涛年纪小啊 可是她这个思想啊 还蛮成熟的 你看我们家小杨啊 要是有她那么一点点耐心啊 她换一种方式跟琪琪说话 她们娘俩就不会三天两头这么吵架了 你说是吧 大海也一样不成熟 大海还真是有些日子没来了啊 大海他就是工作忙啊 是不是 你看啊 他大了几岁啊 就知道进步了 你说呢 嗯 好不说 我还不知道你啊 你的孩子呀都是宝贝哥的 只能你说啊 别人说不行 那倒也是 大海这些日子一直没来 他们俩口子还好吗 他们俩 他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 只要有了孩子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你看看 那王华 哎呀那肚子就是没动静 你就算是怀上哪吒 你也该生出来了吧 你对不对 你说是吧 你怎么突然 关心起大海来了 没事随便问问 没事没事 我觉得你这话里有话呀 没有没有 真没有 没有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啊 真没有 我家这些孩子谁教育出来的 是我张文音哪 他们从小到大 我就让他们啊 光明磊落 堂堂正正的做人啊 我不要让别人啊戳他们的脊梁骨 那些乌七八糟啊什么乱搞男女关系的事情 他们做不出来的 可我明明看见金丽丽 当然肯定是远金丽丽丽啊 他他他他搂着大海的脖子他他他他那样 他们是年轻人哪 那都有新的想法 他们叫纯粹的友谊 这就不懂了吧 我看你啊被奥特了 我我冲奥特曼了 我冲奥特曼了 觉得很无聊 没有 恰切相反 让我想起来了 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也跟你差不多 有梦想 追求自由 不愿意受诉苦 其实说心里话 我一直都想在你面前啊 是一个民主的妈妈 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都是 使得其反 我也不对 有时候我太小孩子脾气了 我明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就是故意和你对着做 对不起 你不用抱歉 我也对不起你 你能不能别那么奇怪地看着我 还是避讳你原来那样的 这样吧 你找我 你找我啊 乌归远主 奇迹该当 我没想到啊 你几乎用这本书 治好了我的片头疼 因此之谊 有地方是对症下药 我发现奇迹好像已经不那么烦你了 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没想到你还有这一面啊 我觉得你在看问题的方法上和做事上 都有点与众不同 但是 确实非常造响 你好 欢迎到联群几位 两位 不好意思啊 现在已经没有空做了 你能不能稍等一会儿 走啊 走啊 好 不用了 走走走 赶紧走啊 你怎么了 走啊 进来 姜总 您先生找您 你出去吧 谢谢 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跟你谈点事情啊 有什么话不能回家去说吗 这虽然咱们同住在一个屋子里啊 但是见面的机会很少 这谈话的机会就更少 你看 经常是我回家了呢 你还没回来 等我睡着了你才回来 那早晨起来我上班了 你还没醒 你这是在开诉苦大会呢 不 我是来谈琪琪的事情 坐吧 坐下说 是那个 是这样啊 今天呢是琪琪新学期开学 我是想来想去 我觉得她还是应该转系 你想她这个 打住 这件事就不要再谈了 谈学还有意义吗 你听我把话讲完啊 她昨天晚上琪琪没回家呀 我知道 在我妈那儿住的 这我的意思是啊 这不管我们的关系怎么样 这你们母女之间的关系 应该重新梳理一下 要改善 不能这么僵下去啊 这是我跟琪琪之间的事情 跟你有办冒险关系吗 你不用管啊 我这是好心提醒你啊 我要等孩子出了事 后悔就完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做努力啊 你凭什么说这样的话 凭我是孩子的父亲 丁勇 你这副样子让我想起 琪琪从小到大 你都是会讨好女儿 买好女儿 挑拨我和女儿之间的关系 我跟琪琪关系之所以这么紧张 就是你一手造成的 姜琪啊 你能忘了冷静点 我到这儿来是跟你谈孩子的事情的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这是你的公司啊 你不顾忌我的面子没关系 但是你要顾忌你自己的面子 咱们俩之间连里子都没了 还谈什么狗屁面子 我是找你来谈孩子的事情 你不要把问题扩大化 你上班的 没有一大段事情要做 你来就是跟我添堵来 你来倒乱来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想跟你谈 你呀 给我出去 我不想看到你这张虚伪的脸 姜琪啊 滚 滚出去 楊总 你告诉前男 说我跟他已经离婚了 今后啊 不许他再进公司 这破包 赶紧给他送去 去呀 走 等等 等等 你的包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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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啊 做事别那么冲动 这下次了 以后我们家的事情 你也不要管 跟我拿耗子 你晓得不晓得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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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 回去工作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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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姐 毛华姐 你说 你说好了 你说的嘛 你应该有什么事囤囤囤囤的 快说 说呀 好了好了 还是我说吧 王华姐 我们今天中午去附近饭馆吃饭的时候 看见了一个人 好像是你爱人 嗯 她公司就在这附近 说呀 不是 她和一个女的俩人去的 对 那女的也就二十七八岁 我俩商量半天 觉得还是跟您说比较好 嗯 可能是同事吧 不是 她俩 手拉手那样 但是吧 人 特别多 然后我们也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他们俩好像没有手拉手 对吧 对对对 没事 我知道了 王华姐 你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到处乱说的 对对对 绝对不说 王华姐 我先忙去了啊 喂 江大海在吗 不在啊 不用不用 我挂她手机 谢谢 谢谢 师傅 能再开快点吗 好的 我都不在那里 你还没有 还没有 都不在那里 您了 我都不在那里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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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大海 张大海 姐夫来了 怎么我叫你你也不大爱一声啊 我没听见 姐夫来了吗 一下午怎么没去单位啊 我头疼就回来睡觉了 这不刚睡醒姐夫就打电话过来 说要找我喝酒 你不是晚上职业班吗 我跟别人换了个班 那你们喝吧啊 不好意思 打扰了啊 你说这江晓阳是不是很过分 你 你说说 姐夫啊 你要我说啊 你就甭搭理她 该玩玩 该乐乐 这女人这种动作 你越搭理她她就越来劲 现在什么时代 圣女时代 是咱们男人得天下的时候 那没结婚的小姑娘是一把一把的 你怕什么呀 倒是我姐她应该害怕 你好啊 小伙子 这怎么戴个口罩啊这大热天 那你谁呀 那啥呢 偷钱呢吧 都让你走啊 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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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好 抓小涛 小涛 小涛 别闹 快 放出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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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老师 你没事吧 没伤着吧 没事 我还不老啊 我跟你说过 我昨天不是打过仗吗 我得游两下 那你以后可得小心点 吓死我了 你万一伤了 我可怎么办呢 知道了 没吓回了 郑阿姨 今天真的谢谢你 我这个人 平时就是个马大哈 对什么账啊 总是很糊涂 虽然总觉得每个月的流水对不上 可我真的没法那方面想 今天呢 多亏您帮我抓到家贼了 今天呀 也凑巧了 你看我们老房不是加班吗 我在家待着没事干呢 我就想来陪陪的 没成想 你看啊 替你抓了个小头吧 破了个案 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郑阿姨 您真是太了不起了 方伯伯 要不 你就下班吧 我来看店 您就和张阿姨先回去吧 我呢 先进去忙了 好好好 就这样啊 我说我说我说 以后可得当心哪 你看你又来了 没有以后了 我跟你说 人一辈子有几回这样 还真别说 你刚才那两下子 还真有点像武打片 那是 你看我刚才这样 这样 这样 放点儿 梁涛 嗯 你是不是觉得 我今天对凌云演务挺过分的 没有 说真的呢 那是你自己的事 我不管 狡猾 喂 喂 你好 我是宋梅婚介所的婚姻顾问 我叫徐晓晴 你还记得我吗 我之前给你打过电话 徐晓晴 对对对 是我 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晚上呢 有一个八分钟的相机会 凡是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都是经过我们筛选的VIP 以高级白领为主 我们真情地邀请您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 答应的答应 你待会儿啊 我看一下日程表 嗯 可以 没问题 你一会儿啊 麻烦你把那个时间和地点发给我 好的好的 我一会儿就编辑短信给你发过去 好的 对了 可以带亲友吗 当然可以啊 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们能理解 很多人都是在选择的时候啊 能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 帮着一起参谋 到时候见 好 再见 太棒了 来 跟我妈拨个电话 喂 妈 那个 您收拾一下啊 我下了班以后去接您 到时候见面再跟您说什么事吧 准备一下 拜拜 我待会儿看看这小骗子 能骗到什么时候 这就是八分钟相机会 没事 走 对对对 别别别别 干嘛呀妈 这个房子别进去了 这不像杂场一样 妈 我从小您就告诉我要成恶良善 万一错怪人家怎么办呢 那没事啊 咱们就当进去看看 万一不是 咱们再走呗 走 好的 八分钟时间已到 亲爱的帅哥们请起立 你朝你们的顺势方向转一个座位 妈 这儿都是你以前的客户吗 如果你们遇到有些的人选择 那是不是 请记住他们身上的号码 你们这八十 一会儿有自由的活动时间 你们可以做深入的了解 你看他在台上的得意洋洋的样子 你还觉得 他是被迫交出客户名单的吗 苏经理 你还认识我吗 您是 我就是玫瑰有约婚介所的张文一呢 你不认识我了 你好 你好 您这是 我这是 我告诉你那徐晓晴 她原来是我的人知道吗 这我知道啊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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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客户的资源 是怎么来的 没错 是徐晓晴带过来的 她自建来我们公司的时候啊 我们已经说好的 入职的时候 她要把所有的客户资源都带过来 为这儿呢 我也付给她一些费用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了 那好 妈 那门口等我一下 去 新的八分钟 计时开始 出来吧 我跟你谈谈 我们能不能改天再谈 这个时间不是很好 我觉得这个时间 再好不过 我们去谈谈 让我们接着谈 让我们接着谈 啊 妈 人物给你带着 好 许晓晴啊 你那天哭哭啼啼 你一在我们家说 你是被逼无奈 为你们老板 强行把你的U盘拿走 封配了客户信息 你紧张什么呀 这么说来 你不是小偷是吧 我告诉你 我见了你的苏经理了 他跟你说的不一样 你呀不仅是偷了我的客户 而且你还出卖我的客户 对不对 张阿姨 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把我妈的客户卖给别人 这就说明 你将不属于自己的信息资源 换成了钱 好吧 既然事情已经成这样了 你们想怎么样 想跟我分成吗 说吧 想分多少 三七四六还是对半 有意思 你居然想封给我 卖我客户挣来的钱呢 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告诉你 徐小青 你一直都在撒谎 就算我说了谎又怎么样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 有儿子女人孝顺你 有老公养着你 根本不用为生计发愁 我妈之所以有这样的福气 那是因为我妈做人坦荡 得了吧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能把缺点说成优点 能把东西说成貂蝉的本事 我也是拜议张阿姨所赐呀 你说什么呢你 你居然把我的职业说成这样啊 你这么着急我呀 行了 你来吧 当着你的书经理这面 咱们说 不行 我不老许 你给我回来 你再进去 不能跟我妈当手 这孩子 怎么了这是 这不是张阿姨吗 张阿姨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们怎么都认识她 你问她吧 好吧好吧 我承认 是我拖了她U盘 抢了她客户 这些你满意了 我说我怎么没报名 忽然有人给我打电话 就是这也太奇怪了 难怪呢 苏老板 你们公司这么没有诚意 你们要再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去退会 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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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外出外出 听我说 这件事情呢 我是今天才知道 徐晓婷为了发展自己的客户群 不择手段 给我们公司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徐晓婷 你被开除了 赵女士 我知道您 您在这个圈子里做得非常不错 我现在正式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公司 可以吗 苏老板 你太客气了 谢谢啊 谢谢你对我的厚爱 不过呢 我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公司了 而且我这个公司十分地需要我 知道吗 所以我就不能应您的批牛了 请你理解啊 好 太遗憾了 那我们就该走了 好吧 走了 我们也走 真是烫过犯了 瞧你做的好事 来半年 该出手事就出手 我风风火火闯九招啊 哎呀 依儿呀 哎呀 依儿呀 慢点慢点啊 哎呀 方桃啊 你这爷老大不晓得了 要叫过去啊 你这不得儿女满地跑了 现在是新时代 不管是新时代旧时代 你也到了这个年龄了 是不是啊 你跟阿姨说得没错 你老大不小了 你得让我早点想想儿孙福啊 对呀 要不阿姨在那婚介所 给你介绍一个 小杨不是也离婚了吗 顺便 给小杨也找个合适的 哎呀 我可不敢掺悟他的事啊 就他那脾气我可受不了 主要是小杨的自身条件呢 是太好了 一般男人哪 还真配不上呢 我还是觉得我那个原来女婿好 你看看 他人又老实又勤快 对小杨又好 不过呀 你看看 这还是怪小杨啊 这女人太有本事了 也不一定是好事 你说呢 爸 你那想法也太那什么了吧 女人有本事有什么不好的 你是不懂啊 你没过过家庭生活 你懂什么呀 他要是不改他这个臭脾气啊 他就再找不着比那个更好的了 张阿姨 我相信哪 他一定会找到一个更好的 江总那么优秀 适合他的男人多着呢 哎呀 广多没有用啊 你看看 他靠不住啊 我跟你说的是 现在这个社会上 哎 你看那些四十多岁的男人 要不就找一个年纪比他大很多很多的 啊 要不就找一个比他小很多很多二十来岁的 那能靠得住吗 靠不住啊 张阿姨 现在这个社会呢 女的大男的挺多的 好多明星都是 哎呦那是演艺圈啊 咱们是生活圈啊 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我告诉你啊 他要是找一个比他小的 我肯定不答应 这男人哪 哎 找一个比他大的女人 图什么呀 就是图钱 昨天报纸上我看着 一个四十五岁离异的富婆 找了一个比他小十八岁的帅哥 还是个男模 不到俩月就离婚了 人家是图他的钱 那个小伙子啊 外边女朋友多的是 是吧 爸 你这相方越来越低俗 我这就是低俗啊 给 第二张脸 这挺好 谢谢老婆 哎 对了 妈说明天要带咱俩去医院啊 去医院 去医院干嘛 让林英勇给咱俩看病吧好像 要不你俩去吧 我明天单位有事 脱不开身啊 妈能代替你啊 我俩去 怎么一到这时候 你单位就有事呢 我是真有事 开会特重要 大海啊 你最近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有什么情况 那一介正常 都挺好的 正常 哎呀 你看啊 这库县韵的 倍直流 比那三军仪仗队的还直流呢 这一晚上的 又是唱歌 又是要做面膜的 你这么捣着 给谁看哪 哎呀 妈 这个我刚才讲的 不知道您听懂没听懂啊 这种情况呢 无非两种可能 一种呢就是不孕 一种就是不孕 一种就是不孕 所以王华呀 需要各种检查 也就是说检查之后呢 就知道她能不能怀上了 她不是王华一个人的事情 还有大海呢 当然 当然 这个得需要 这大海的配合 是不是 这个我来做这个思想工作 哎 妈啊 您不要太着急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怀孩子呢 它是一个很科学的事情 千万急不得的啊 要按着科学的步骤 一步一步地来 你譬如说 要加强营养 然后呢 这个心情啊 要保持愉悦 这是很重要的 别说得那么这个那个的啊 你就痛快地告诉我 他们今年能不能怀上 妈 我不是算命先生 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我不敢讲啊 哎呀 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呢 如果假设这个身体条件 不允许的话呢 大不了咱们来个 试管婴儿 这 这总可以吧 林佑 我可是一直把你当儿子看的呀 如果你让江夏绝后的话 你是有责任的 妈 刚这种碍物 那不要太宁啊 什么喊您不喊您的 反正你得帮忙 你要不帮忙的话 我给你 得收拾你 好好好 晓得了晓得了 走吧 黄黄 怎么了 姐夫 加强营养啊 加强营养啊 加强营养 我是说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我住他们家 这样明天早上上学呢 还更近 那个 琪琪 妈跟你核实一下啊 这个人的父母 是不是以前做生意的 你不是要说不让我去吧 我 我没说啊 我还没发表意见呢 正好 你爸回来了 这件事问他 你爸要是同意了 我就没意见 快来快来 你的宝贝女儿 有事情要问你 什么问题 请教我呀 今天晚上素素要过生日 我可以去吗 素素 对 那 妈妈什么意见 她妈说 让她问她爸 那几点回啊 爸爸去见你 完全没必要啊 因为她今天晚上呢 就会住在素素家里头 夜不归宿 素素 这个名字我有点印象啊 她爸爸出个事啊 没错啊 吸过毒 找过小姐 三天两头进去 当然了 现在还没有杀人放火 这些问题 但是你放心 她爸今天晚上不在家 在家里的就是一群浑身上下 全都是荷尔蒙的男孩 女孩 好像妈妈一定要做决定 别别别 我可没说不同意你去啊 一切全由你爸做主 爸 一切听你的 那妈妈好像 不太想让你去 你 你怎么栽赃于我呢 我没说不同意她去啊 那妈妈就是同意了 你这人真听不懂话呀 我是说一切都听你爸的 等我整理一下思路 就是 你没说不行 爸爸也没说不行 没有人说不行 那就证明我可以去了 太好了 喂 我爸妈同意了 我会啊 好好好 我现在就去拿泳衣 你 你怎么走啊 她 你 年轻女孩啊 你让她住在外边 真 你真出点什么事 后悔了 魅死她 行 你就装 好 我来做这个案子 琪琪 那个 妈呢 大海啊 这关于生孩子的事呢 大若啊 您要再说 我的决事 又有点严重了吧 那吃饭吧那就 其实呢大海 你那个同学当中 差不多有七八个吧 都结婚了吧 好像有四五个都有孩子了 你们俩都结婚了 这结婚已经差不多七八年了 你说 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有点说不过去是吧 我呢 也有一些朋友是吧 这些姐妹们一见面呢 就问我 什么时候抱孙子 你说 老问老问 我真的是无法回答他们 那您就跟他们说 是我不想要 大海啊 你真是不理解当妈的心呢 妈 是我不好 这怎么能怪你呢王华 也不能怪大海 是我的命不好 他爸爸走得早啊 妈 您看您这又瘦到哪儿去了 你让我说一说妈 你爸爸走的时候在病榻上 他唯一的一个愿望 就是想抱上自己的孙子 小杨还不错 给他生了一个奇迹 可你们呢 到现在没有 你爸是没这个福气抱自己的孙子了 就看我 有没有这个福气抱孙子了 爸 我也没说肯定不要 我只是说现在不想要 没事没事 不管怎么说你 你也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也不能说太逼你是不是 你们要是不想要呢 你就不要 我以后呢就少唠唠唠 不催你们 反正你们都老大不晓得了 就不说了 我说了就行了 妈 您说这种话啊 您心里好受啊 我听了都不好受 您就别说了 我都已经说了 我说我不说了 我不催了 行了吧 行了行了 我生 我生还不行吗 真要啊 真的真的 那那那行 那我现在就把林勇叫来跟你聊聊 别 人家现在在吃饭呢 这样吧 明天 明天我去找他还不行吗 行 你 我你听见了吧 他已经答应了 好了好了 赶紧吃饭吧 我就怕听您这唠唠叨叨的 去去把门开开 去去 把门打开 听见没有 不开不开我就不开 你刚才说 只要我爸同意了 你就会让我去 你现在又反悔 你是一个大骗子 我跟你说 我以后再也不想跟你说话了 你先把门开开我跟你说 我让你开门你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你好好跟他说 你 去去 都说爱你 这要不是因为你 你惯的 在这装好人 去把钥匙给我找来 把门给我打开 钥匙给我找来 走开 你开门也没有用 你使用什么方法也没有用 你骗我 你是个大骗子 你是个坏蛋把西斯 我让你把门开开 你以为你是马上硬了是吧 我说的话你不听了是吧 我告诉你 你要不把门打开 一会儿你爸开了门 我跟鸟跟你没法 你快点开门开门 我开了我开不开 你把门锁给串坏了 江小阳 我明天还要上学呢 你快点想办法 你把门锁给我开开 凌鸟 都是你 这家里头爱什么锁呀 你看 锁坏了吗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给我 快来 凌鸟 怎么搞的 都是你这家里爱什么锁呀 你看看这下好了 一会儿 别着急了 我只有一个办法 我去打114 不能开手公司吧 好吧 别着急 别着急啊 琪琪啊 琪琪啊 琪琪 我 我在这儿 差不多 开了 你过来 从沙发这边来谈 爸 你送我走了 我现在就要回去家 我以后再也不要回这个家了 你站住 好了 两百 翘竹杠 两百 就他 你那儿子还神神秘秘的 还让咱俩都请假 什么事啊 他也没跟我说 等到了就知道了 快到了吧 我昨儿晚上在网上查了一下 那这浩阳立都吧 好像就在这前头了 哦 那就快到了 嗯 到了 就是这儿 你们看看怎么样 挺不错 这怎么还贴着喜字呢 哦 是这样的阿姨 我有一个朋友回国的时候买的 准备结婚用 结果呢 刚小回又被派出国了 这临走前呢 把钥匙给了我 让我搬他看房子 我想啊 这样也好 毕竟啊 咱们住在一块儿不太方便 分开住呢 会好些 最重要啊 我考虑 这房子离我工作单位太远了 而离你们上班的地方和那边走啊 差不多 所以张阿姨我想 我还是住原来那个地方 就麻烦你们搬了 这可真是想什么又什么 不过呢我估计这房子要是出租的话 少说也得五到六千 你这朋友怎么不出租啊 租给谁啊 通过中介嘛 张阿姨 您还挺了解行情的 那当然我是谁啊 你别以为我老了 我也是与时俱进呢对不对 张阿姨 我那朋友啊是这么想的 这中介公司啊要租给谁 这到底那个人什么情况也不太清楚 这万一出了点什么麻烦事 这国内国外两头跑还不够折腾的呢 再说了 我那朋友啊也不差这点钱 那也倒是一个道理啊 张阿姨 你看看你们还缺点什么 我帮你们买 那锅碗瓢盆也挺齐全的你 沙发 吃饭的桌子 这櫃子啊 这灯 你看看 这行李都齐全 这新的被褥 这还缺什么呀 这县城的 这简直就是拎包入住了 不过我跟你爸爸 这要是住进来 这有点不好意思吗 这不合适吧 没事 没事没事 什么叫没事啊 虽然是你的朋友 那我们总得要 付点租金吧 不用不用不用 真不用 我跟我那个朋友的关系啊 就像大海哥所说的 帖子 他不管我要钱 你们再给我房租 这里外里的我还赚了一笔 这不合适啊 真是天上掉馅饼啊 跟你说话呢老方 我没有 我也挺高兴的 文盈 没事 放她 谢谢 这琪琪的脾气和你太像了 这一山不容二虎啊 让她在张阿姨家住一段时间也好 我 我 我妈说一起吃饭 你怎么说 我完全支持 怎么了 给 你是不是不想参加全家聚会啊 没有啊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 又要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了 又要装作什么关系都没有 行 我真的很希望公开我们的关系 你知道我 还觉得热极了 真难受 不会吧 才锻炼了十分钟 没那么粘吧 不可能 起码得有半个小时吧 要不然我这 脸烫得跟两个小碳块似的 是不是我逼你逼得太紧了 没有 我 我真的是不舒服 我觉得特别心慌 而且 刚才出汗就 增一下就出来了 我真的不行了 你自己慢慢练吧 我先走了 你真不舒服啊 我送你回去 不用不用 你赶紧接着练 完了 电话联系啊 大夫这是我的一些化验报告 您看有什么问题吗 你的B超彩超都很正常 血压也正常 是不是最近精神有点紧张啊 没有啊 我工作也不是太忙 还好吧 心电图显示就是心里有些不齐 不过倒也没什么问题 我刚才做那个心电图的时候 是跑去的 跟这有没有关系 哎呦 坏了大夫 这种感觉又来了 我就是这感觉啊 现在您看 我出汗 完了以后心慌 就这种感觉 呼一下 你这只是一种症状 叫超热的症状 什么意思啊 具体来说就是 你更年期到了 我更年期了 他这个报告出来 没什么问题 我再让他说 再做一个 你怎么在啊 你不是今天休息吗 我啊 有个抛妇产手术 是我临时加的 你来这儿干嘛 没事 我就是最近 老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所以来做个全面检查 现在结果出来了 什么事都没有 一些正常 没病 你忙吗 我走了 你 我来了 我来了 我到了 你不是说人家班吗 家宴也没人通知我 我以为你家班呢 就是啊 大海我都跟你说了说 吃饭要叫王华的 好了我忘了 加什么班啊 这还是姐夫告诉我的呢 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 好了好了我错了 他倒是来不了 他是真加班 好了咱们一家人齐了 该开饭了 张阿姨 你们家宴 要不我先走了 既来之则安之 你坐下来坐下来啊 别外倒啊 正好你坐在这个方涛的旁边 挺好 既然张阿姨您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请坐请坐 我怎么看你们俩 真像个天仙佩呀 张阿姨 您就别笑话我们了 方涛是吧 来 我跟你还只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来 我敬你一杯 我敬你 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父亲的关照 来 姐 来 吃点这个 更年期吃这个好 妈 你更年期了 难怪 咱俩是青春期撞更年期 火星撞地球了 谁说我更年期 姐夫说的 好了好了 不是就说更年期嘛 你不是早晚的事啊 是不是 再说了林勇那是好心 好什么心呢 我看那是成心 四处造我的药 哎呦 您也别说了 那我姐 她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我知道她不舒服 可是 你妈不也更了二十多年了 你 你干嘛去 我更年期啊 心情不好 省得在这儿倒你们的胃口 我找个安静的地方自己更去 姐 姐 我去看看 江总 小杨 你慢点 怎么了 你干嘛呀 你怎么不吃饭啊 我身体不舒服 不想在这儿待着行吗 哎 你听我说 小杨 小杨 你别走啊 你干嘛 你让我上车你再走 好吧好吧 上来吧 今天这是怎么了 走得这么慢 看什么呢 我在观察啊 你看看啊 这小区里头有不少的单身男女 是啊 这个小区啊 以这个一居室两居室为主 适合于年轻人居住 老方 你说我要是 做一个八分钟的相亲会 会不会有很多人报名啊 这倒是个好主意 可是怎么弄啊 哪有句我会啊 我可以不问去 到家了 你干嘛别这样 怎么啦 放点熟人呢 怎么办呢 不会的 怎么不会啊 这儿离咱们公司多近 赵总这么说 跟咱们合作的公司那么多 以后我就不用出门了 以后是以后 现在是现在 我低流感告诉我们 特别不对劲 你这样吧 你从那边走 我从这边走 咱们停车上去 怎么感觉跟地下挡街头似的 方伯伯 方伯伯 等等 金经理 有事啊 跟您说过多少次了 叫我莉莉 是这样的 我正好啊 想去拜访一下张阿姨 咱们顺道一起走吧 你周一不是已经去过了吗 怎么 不欢迎我呀 不不不是不是 主要是啊 他今天上班 还没下班呢 没事 咱们哪 一块把他接上 然后一起回浩阳立都 走 方伯伯 上车吧 走了一大圈了 我又饿了 时间还早 咱们吃点东西去吧 王罗那边啊 有一家很不错的烤串店 我可不想吃东西了 明天得上班呢 送我回去吧 走吧 这马屋叶草不肥 你要是觉得烤串不消化的话 咱们吃点别的 我够肥的了 真的什么也不想吃 再说你去任何地方 都有可能碰到熟人 我知道有一个不错的地儿 肯定不会碰到熟人 哪儿啊 你去了就知道 走 走 走了 摇着呢 这姑娘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走啊 反正是不做伴啊 晚点就晚点了呀 你说啊 她最近怎么老涛三家来呀 你不高兴啊 人家还送你回家呢 那她是 她是我的领导 对 不过这对我也太好了吧 哎呦 你这都不明白啊 这叫醉翁指引不在酒 哦 那在哪儿啊 哎呦 你真是虞目闹的呀 方涛啊 方涛 对啊 找着啦 莉莉 你看看 好看吗 哎呀太可爱了 我这是到丽江去旅游买的 送给你吧 哎呀 谢谢阿姨 不信不信 哎呀 方涛呢 她也 她回来了 哎 以后这样好不好 等她回来以后 你们俩就每天 是不是 大哥伴一起回来 是不是 好 就不用送方白白了 因为你作为老板嘛 人家看见你这个样子呢 不太合适 行 好吗 好吗 喜欢吗 我特别喜欢 太漂亮了 好可爱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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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有 真的 好恐怕 好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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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